彈簧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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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薯芙妮刀先用牛油茶邊 兩條淡糖 把多餘的糖倒出來 不成功 再抹磨薯芫 薯芫渣汁 這是我們之前做的 動作 把雞蛋攪拌 把薯粥 放進蛋黃 拌勻 這是我們的助手 另一邊 就是薯 時間關係 我已經死定了 打起一套 三根 打到怎樣才可以 現在漏下來 還是漏的 還是稀的 不用太結 不需要站起來 不要站起來 好,我們看著我們 下次大家還要記住這個步驟 差不多了 可以查一下怎樣 可以這樣流下來 但是我要快點放進去 一匹匹這樣放進去 這個雞蛋黃 和薯醬汁的籠裡 很大 這個盤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倒進去 子仙已經處理好 的盤子 這就是 你的雞蛋 顏色 既然想要做 你還要做 你還要做 我可以做 你還要做 我的雞蛋 這就是 我還要做 你還要做 你還要做 我還要做 你還要做 這就是 我還要做 然後倒進去 怎樣要倒進去 有空氣進去 就會有洞 我要一盤 在這個位置 是180度火 預熱10分鐘 現在再焗幾分鐘 8至9分鐘 焗8至9分鐘 到時再焗幾分鐘 再焗幾分鐘 經過6分鐘後 8至9分鐘 已經爬升到這個位置 它會不會繼續 這麼少 我們看看8分鐘後的樣子 可以出爐了 嘩 好像麵包 接著這兩個東西 先走 嘩 很大 很大 你要找這個 你知道它有多高嗎 對 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